大家好 我是Ruby 好久不見 今天我們又要來估車了 今天要估一台2015年出廠的CLA250 這是台灣總代理 這台CLA目前跑十一萬五千公里 它是一手車喔 鑰匙資料都很齊全 它有AMG套件 全景天窗 跟紅色安全帶 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車子的板件囉 新車價要230幾萬的車 居然沒有合了 車子我都看完了 全車原版件 無事故 無泡水 第三方認證一定合格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它的車窗 還滿獨特的喔 我覺得很漂亮 它是做無窗框的設計 前車主呢 花大概三四十萬的改裝配件 第一個是 HGT軟硬可調的避震器 道路板 這個就改了五萬 第二個是 阿密奇斯 全段排氣 閥門遙控器 還有 App遙控器 三千轉 自動打開也可以強制關閉 那這一些呢 改了十萬 還有 ATA的Tripetony 二階的晶片兩萬五 所以目前保守估計啊 它的馬力有270到280匹喔 它原本出廠的馬力啊 只有211匹 它有改 英國品牌的 AP9040 六活賽卡鉗 還有 前後更換 AP專用的煞車皮 美國品牌的 18吋輪框 嗯 前面的六活賽卡鉗 加前後加大碟 這個部分就花了八萬五 四顆輪框就花了三萬兩千塊 然後還換了 安卓的導航系統 8吋的兩萬二 今年三月的時候 就換掉四顆固特翼的輪胎 它的排氣管 從單排到尾端 全部都是手工鍛造 白鐵排氣管 那我們現在就來倒入試駕囉 看一下它的內裝 它的內裝有改卡縫的飾板 講一下它的配備 它有基本的定數 還有雙前電動座椅 閥門控制器 上面那一顆呢 是強制開啟閥門 左邊這一顆是強制關閉 下面這一顆是3000轉自動開啟 驅動方式是前輪驅動 那一般歐系車呢 它都是配置後輪驅動或四輪傳動 原廠的數字扭力是35.7 馬力是211匹 變速箱啊 是自手牌 七速雙離合 目前開起來啊 底盤OK沒有問題 因為它已經改了避震器 變速箱換檔啊 也都很順暢 引擎呢 也都很正常 沒有奇怪的意義 各位有發現嗎 它的椅子啊 還是跑車的座椅 還蠻舒服的 車子開起來沒問題 那我現在要去找車主談價格囉 價錢談好了 車子也買到了 剛剛車主啊 有跟我談它的車牌啊 5558是花蠻多錢才飆下來的 剛剛車主跟我說啊 這台車新車買到現在 他真的很愛惜它 有花很多錢改裝它 車主呢 是因為想要跟我們換 G4代的BMW530i 所以才想要車換車 最後我們來聽一下 它車子的閥門聲 我先強制打開閥門 那我現在就來公佈收購價格囉 所以是收多少 因為這台車它有改裝套件 所以我有加著跟它買 最後收購價格是 90萬3千 回來啊 會稍作整理 加上營鎖稅還有管銷 成本會落在95萬左右 回來的開價會是 115萬 今天我們的影片就先到這 記得訂閱按讚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 如果你對家中的車子 顧家行情想要了解的話 歡迎支持我們小編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